太空载具常以氢氧化锂吸收太空人所呼出的二氧化碳 其反应式如下 就是利用氢氧化锂跟二氧化碳反应 产生碳酸锂的沉淀以及水 那假设太空人平均每天所消耗的能量为3000大卡 而它这个消耗的能量主要是由氧化体内的葡萄糖所提供 所以它必须要吃进去葡萄糖 好那葡萄糖在氧化过后会产生二氧化碳集水 那这个二氧化碳就是在由刚刚所提到的氢氧化锂下去 把二氧化碳消耗掉 好那葡萄糖的氧化的过程当中会产生 会放着2800千焦耳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需要太空人每一天需要多少焦耳的热量 好才够它一天所需 好那它这里是问说 则一位太空人执行任务5天 好所以我们等一下要把那个消耗量要再乘以5 好所释出的二氧化碳需要多少公斤的氢氧化锂 才能去把它清除完毕 好那它有给你说一大卡相当于4.2千焦耳 那离的原始量是6.9 好所以我们先换算一下 3000大卡是几千焦耳 好是乘以4.2 好那因为它要5天 好所以5天所需要的热量是这么多 千焦耳 好那因为每一末的葡萄糖就会产生2800千焦耳 所以我们先除以2800 然后会产生6倍的二氧化碳 因为葡萄糖跟二氧化碳的末数比是 系数比是1比6 好所以产生二氧化碳末数会乘以6倍 好然后因为前面这个要用氢氧化锂去把它消耗 而二氧化碳跟氢氧化锂的系数比是1比2 所以要换算成氢氧化锂所需要的量 就要再乘以2 好那再乘上氢氧化锂的适量 就是6.9加上16加1所以等于23.9 好这是氢氧化锂的适量 好所以再乘以23.9 这样子就是所需要的氢氧化锂的克数 好那因为它问多少公斤 所以我们再乘以10的-3换成公斤 好那这样计算出来的话 就会等于6.453公斤 好那就接近于6.5公斤 好所以答案选择的是租选项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给的答案 好它的答案就是租选项没有问题 好那根据葡萄糖的氧化的反应 热化学反应室 好可以发现一末的葡萄糖 可以生成2800鲜胶的热量 好那因为太空人每天所需要的热量 5天所需要多少的葡萄糖 我们先计算出来 然后再换成会产生多少的二氧化碳 然后再看需要多少的氢氧化碳 去把二氧化碳给清除掉 好所以算出来就是453公斤 也就是大约是6.5公斤 好那你可以参考一下老师刚刚的动态解说